我們今天把拍攝的地方拉到我們 合環山來 因為T6.1他會偵測室外的溫度 如果沒有低於某一個溫度的點 他的 助暖他不會啟動 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控制面板 這裡 這裡面有幾個選項 這個大概簡單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很快速的比如你上車 然後 溫度有點低 你想要用快速來輔助的話 就直接 記得 直接啟動 那這邊來講T6.1他的溫度跟以前T6的溫度比起來 似乎比較弱一點 我們剛才在室外10度的時候我們直接用10 才會感覺是 注暖已經啟動 夠溫暖的感覺 那只要 按下 OK 然後他會在這邊跑 一直在那邊跑這個wait 他不在等什麼不知道 那有時候跑得比較久 那原則上不用你他 就等一下 那這時候這邊有符號出現表示他 他系統已經啟動 好 那這邊亮 藍色起來 表示這已經啟動 但是這個功能 他的啟動是 可能就達到 但是說明書沒有顯得很標 沒有顯得很清楚 他啟動之後並不是連續運轉 他比較像是說比如你現在天氣很冷 尤其可能在比如國外 你 到車上你就按下去啟動 然後他達到這個 他設定的 的等級的那個溫度的時候 或那個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關閉 他不會一直連續的運作 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會關閉掉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他取消 取消點下去之後會進入你可以在設定強度的地方就直接把取消 這樣這邊的 那個那個 注暖的符號就不見 那 我聽車友再來店裡面在問的時候他們有點混淆 因為這邊有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好要 要打開紅火的狀態 我們鑰匙要打開 他又會看到這個位 這邊有一個模式可以選擇 這個有加熱器 他有分成有加熱器 那他的選擇我感覺沒有很統一 因為一般要跳離開很直接跳開他加了一個 這個剛剛說這是什麼 這表示你不改變 那 這個 這個動態 動態模式這個 他其實是用 我們經過一段的測試啊 他是用我們的冷氣系統 冷氣系統的鼓風機來送風 那因為我們系統預設是 外循環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他是把外面的空氣新鮮的空氣拉到裡面來做通風 或是比如你有使用廚房 你有使用廚房之後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來加速室內 那個空氣的交換 但是這個功能你 如果假設你處於這個模式 那你直接啟動我們以為他是住暖但是事實上他不是 等一下你會看 這個就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方 他只要啟動我們車上的這個冷氣系統的鼓風機 但他一樣要在那邊wait很久 這裡有一個地方也是我們測試 不知道他邏輯是怎麼想 因為我們剛才要設定操作模式的時候必須要 鑰匙打開 鑰匙打開的情況之下他的怪癖跟我們以前講燈光一樣怪癖又來了 我現在可以聽到送風的聲音 我現在這邊就有風 我們鑰匙來插著情況之下我們啟動 他送風不會啟動你必須把鑰匙拿掉 他才會啟動 但是你要變更模式的時候他又要求你要插鑰匙 好來看上面的操作 那我們現在把他關閉掉 那個送風機的聲音立刻就不見了 他現在就沒有了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以助暖 助暖為主 好記得 這個是要通風用的 好就這樣記起來 V通風用 平常就要設在這一個 這個空氣 空氣加熱器 注意不要在封閉的環境 或者底下有會燃燒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設定好之後 好 這個強度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OK 好那其他地方都不要動 那我們如果在錄影模式的時候 錄影模式你就直接 連續的啟動 啊這也啟動的操作介面又變成不一樣了 好所以大家會很混淆 直接把他啟動 然後而且不是按下去就生效 你還要按一下按鈕 然後在選你要的強度OK 那這個時候他就是整個連續運轉 只要電力夠 送風用的電力夠 然後你的油箱的油量足夠 那他就可能一直連續運轉 這樣子他又出現一個藍色的框 表示這個模式的啟動 這個設定他就是要設你可以 定時啟動 但是我發現他有一個邏輯上很奇怪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程式沒有寫好還是 他沒有特別想法 但是因為車主手冊寫的太簡單 連國外國外的網友 他們是 他們自己的語言去看的都會覺得有點奇怪的那 這裡我們剛才反覆測試這個設定要點火開關打開 那我們來設定 如果說你 照說明書來看的話 那我們改變 這個 設時間比如說 我每天早上8點 可能 真的比較適合很冷的地方 我每天早上 8點的時候 我可能8點半要出門 我希望先讓他加熱 讓車子裡面是溫暖的 可能包含玻璃的儲物都可以 都可以完成 那 這裡設定 真的他每個地方的界面都沒有同意 然後就直接儲存起來 好那我們就讓他生效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會出現一個 那不是加熱中 他藍色表示你有設定但是他沒有生效 好那這裡他會告訴你我們有設這個 預設 比如說我們現在因為我們現在在弄的時間是晚上的 11點42分 那我們把他設11點53分要啟動好了 時間還沒到嘛 好那我們就讓他生效 那這裡 可以看到就已經有一個有一個預定的定時的藍色 好他沒有變成橘色加熱中 好 那我們就就離開了 來 藍色 好 這時候我們把點火開關 關閉我們準備回家了嗎 車設定好了 好 可以看一下這裡 他就啟動了 而且我們有抓到一個邏輯 比如說我們剛才是11點多 我們設定 抓到15分20分以後他還是一樣要十一把 就啟動 那這個啟動國外的網友的認為說那等於你只有人在車上的時候這個定時才有用啊 因為你不可能跑去酒吧喝酒的時候你把鑰匙插在車上 等他到達預定時間才啟動 但是我們剛剛有設到明天早上8點 他每天早上的8點 那我們11點多完成設定 他就不會啟動 我我們剛剛有交叉測試他只要跨日 跨日他可能就要當天 才會去啟動 這個這個部分的邏輯就有點怪怪的這以後我們再來仔細再來研討一下 現在就把他當成他目前就這樣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軟體更新 你看他現在就啟動 他啟動 當你用 定時 設定啟動的時候 他就會啟動這個我們剛才講這個模式他啟動後 打到溫度 他就會停止 但是如果說你是選擇 就動態模式就是外面的 新鮮空氣引進的話 那你不管在什麼地方啟動他就是由我們中控台這邊的能氣出風來 來出風 如果你是選擇要用空 加熱 有那個空氣加熱系統 就是從B柱 B柱那邊出來的 就是經過我們那個柴油加熱器出來 那邊就是熱風 大概分成兩個不同出風 一開始我們以為他的 那個 講的那個動態送風的話是 從一樣從B柱但是柴油加熱器沒有啟動 是只有送風啊不是 他的他的動態送風是從 我們車子這邊 而且要特別注意喔 你透過古風機的系統他的電力消耗是由我們的主電池來供應 這點要特別注意 因為其他的部分 助暖 他的預設是由我們的第2第3電池 這一點就比較不用怕車子無法發動 大家操作很簡單不要想太多 就兩個選項 我們大概不會去用到定時啟動先不要用也太複雜 直接選擇說要 直接啟動然後到達溫度關閉 或者是 倒數第2個選項記得倒數第2個選項 點下去 然後設定你要的加熱 你可以先從大概八九開始試 因為他的加熱效能似乎很明顯 加熱效能似乎比T6 比起來沒有那麼熱 好像有網友找到編長解釋啊 像是擔心你溫度太高啊 放在前面的東西啊會導致你的衣服燒掉什麼的 我們就先試看看 還好我們在台灣 這個溫度應該夠了 如果在國外冰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 他們可能會蠻生氣的 謝謝 那我現在就是按這個啟動 什麼味道 才有味嗎 就是跟那個 暖爐 為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